啊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摇了摇头 今天我们来把纳塔亚的中路实战解说 那我应该是都习惯先买一个鞋子 增加我们的宝数 因为我们也带了一个精灵的奥叶 那红色是荒芜 绿色是玷污 我们的对手是也是那塔亚 但是造型是不同 我跟他的意见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他一开始点的是一个1技能 我是2技能 如果技能都权重的情况下 你先点1技能的伤害会比你先点2技能要高 但是2技能还有一个运用的效果 现在大家都来到2的话 先一个2技能没丢中 但是我们的美娜够中了 我一个1技能一直在留 因为我很怕他加一个瞬移 就躲开我的1技能伤害 如果他躲开我的1技能伤害 就没有办法去击杀他了 幸好最后在他加出瞬移之前 也成功利用1技能打中他收到他的脸头 下路直接再交一爆 我们一个2技能1技能 可以看到我们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高 2技能配合1技能 一个瞬间爆发的伤害 就算我没有一个4等 只有一个3等还是非常的强势 我们直接就从下路按回城回家 然后补满状态回到中路 比起我们刚刚在下路走到中路的话 其实距离是差不多 但是血量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在装备方面呢 我先推荐一开始先出一个1技的鞋 然后出一个小法球 增加你的速行能力 再来就补满一个冷却鞋 冷却鞋以后是一个 圣骑战盾 那圣骑战盾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英雄其实是非常远的距离啊 我为什么要出一个圣骑战斗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纳塔亚的伤害已经非常的足够 加上纳塔亚的被动是你技能叠技能 最高是叠死城 这样你的伤害才会最高 所以说纳塔亚其实一定很依赖技能重叠的状况 那我们就利用好这个优点 我们把技能多放 那这边看到一个纳塔亚先对着场中 亮色一通 看到菲尼克的话先往后退下 因为我们技能没有了 美娜来的话我们可以跟上去 不过距离也不够勾回来 我们再看到一个夜叉的话 可以耗他一波水 我们就依靠这个非常高的容却时间 打二技能打一技能 把我们的伤害 利用纳塔亚的被动去叠高 看到一个闪电侠的话 我们蹲一下他 大招玩的时候直接 二技能一技能大招 二技能一技能大招是一个最普遍的连接方法 那出身体战断的优势还有什么呢 就是可以 虽然说这一把对面并没有纳克罗斯 或者是莫拉爱里这种 装前后排的角色 但是呢 对方也有一个夜叉 也有一个菲尼克打野 所以出这个身体战断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这套装备其实用了非常多把了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这一套装备的 那我们把他打一下 再看到一个纳塔亚的话 直接刷个大招 那大招权重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那刚刚对方纳塔亚想要跟我护肝的话 就可以权重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是非常的依赖二技能一技能 我觉得二技能一技能 这一个重叠的技能 才是纳塔亚最好的一个输出技能 但是大招肯定也有他的好处 大招可以是一个传逗的效果 在大团战里面 同时射几个人 所以说是非常强的事情 再看纳塔亚 再一套213的连技 那大家也如果有在看 还有在看的话 我这一把到底可以单杀纳塔亚多少次呢 我们可以把中路的塔拿掉 对面的响电侠也想要过来手 但是我们打野赵云 直接一套就秒杀掉了对方的闪电侠 我这边看到夜叉的话 直接再耍一套 也逼出他的瞬移 那我虽然是出一个圣奇战盾了 我的魔法装备 其实现在只是有一个小法球 我的伤害已经那么的爆炸的话 大家也可以体会到这个英雄到底有多恐怖 找一下机会看到对方的红buff直接甩一套 没有偷到的话 我们用走的走上去 甩一个二技能一技能 这一个伤害也是非常的炸裂 直接又再杀掉对方的纳塔亚 那对方夜叉也要来手的话 太久了 那你的大招就相当于空了 所以说 也要在远一点的情况下 你再开这一个大招会比较好 那这边有点小可惜 因为我的大招还差两秒 如果我的大招可以找两秒系点好的话 直接又可以秒的对方的闪电侠 对面也迎来了一个投降 那这边就可以直接宣告我们的MVP 摇雷摇头 33的速度13.4的伤害 那因为我这把队友打得挺好的 我喜欢我的队友 给他们点一下 如果大家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给我一个赞 那603的战机 3.7的未必须 有个人的IG Facebook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